好 今天我Uncle C跟大家介绍 榴莲圆 你们要买榴莲圆啊 就跟我买好不好 因为我做property二十多年 二十五年 OK好 那我今天 大概解释一下 现在的人买榴莲圆的时代不一样 不一定是种榴莲 它会奇花异果 有种一些可能是香蕉啦 可能是 红毛榴莲啦 可能是 菠萝蜜啦 可能是芒果啦 都会种不一样 因为现在 买榴莲的 盐呢 他们就是当着一种休闲 也是一种收入 你们要买 大小片的榴莲我都有 100一个 200一个 300一个我都有 小片的 35一个我都有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要这样介绍呢 因为我们 我本身有一间 就是种植公司 就是帮顾客 你们需要问什么榴莲 要用什么种 怎么介绍 要种什么水果 怎么打药 全部 我都有包括一贯的这样的服务 提供这样免费的资讯 如果你没有跟我买也无所谓 好 你看 这种呢 就是 榴莲呢 那他丢下那个种子给他 天生天养 那么 到了两年的时候 他就把他介绍 有看到吗 这边就介绍 一个新的织起来 这个是介貓 三王种是介绍的 不一样 好 那我来 参观一下 告诉大家 像这种榴莲树呢 来你排上去 这种榴莲树呢 就是有 大概40年的榴莲树 啊 榴莲树 那像这种呢也是差不多是有40年的榴莲树 我们看到 不同各式各样的榴莲 好 来这边我就跟你们讲 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旅游好介绍 来你在这边帮我拍一下 你看 每一次我带我的朋友 带我的顾客 来看榴莲树的时候 他一定后悔了 可能我10年前介绍他也没有买 8年前 5年前 3年前他也没有买 但是他来到了盐子之后 他一定讲 哇 Uncle William 我很后悔 没有买 如果有买的话 这个榴莲呢 就是他的 你看 你看到榴莲的 果实的时候 你就会心痒痒 哎呀应该买一片 不买又不可以 每次听我讲没有买 最后呢 原来这么大 因为我一些顾客 之前介绍他 5年8年前没有买 哇现在这么大壳了 好像小孩子这样 刚初是 5年4年没有看到 哇这么大壳 你看这个就是猫山王的榴莲 马来西亚最知名的猫山王的榴莲 啊 这 有没有看到啊 你看 当你有这种果园的时候 你在朋友来看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怎么 是很适合 现在 不在于吃那个 你看 一定掉下来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一拉的就掉下来了 这个就是 够 够熟的 对不对 啊 那么现在呢 很多时候买榴莲盐 当然有收入是更好 很多时候 不在于收入 在于那种满足感 哇榴莲的朋友 哇全部都来 我们叫做 我叫榴莲的朋友 好几年前我也有一片榴莲盐 5年前卖掉了 啊 你看 全部都是借口式的 所以 时代不一样的 买榴莲盐来玩玩 来当收入也很好 或者你可以放一间 烟雾 烟雾的话 你好好顾的话 收入也是有过万的 但是要三几年之后了 那如果你 你不要做烟雾的话 你可以放银峰 现在银峰你买一箱也不贵 300多400多 如果你大概放 50箱的话 60箱 那个收入一个月也是有几千块 当然你要去顾了 我叫你怎么 那么银峰的收入呢 这些呢 其实就已经够cover 你的榴莲盐功能的 费用了 那我今天就好介绍到这边 我就讲到这里 你们要买榴莲盐 要买什么水果盐 要什么种子怎么做 什么 整理那个笼 你可以联络 好那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